弟兄姐妹感谢主 每一天都有美好的事 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弟兄姐妹感谢主 环境无论怎样的 这个天气无论怎样的冷 弟兄姐妹在我们里面 有一个火热的心 上帝的恩高在我们的身上 上帝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越过 所有一切的疾病 神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磐石 又是我们的拯救 感谢主我们今天 我们要继续来读尼西米记 我们今天我们读第一章 从第四节 我们读到十一节 他就是一个纠正 是不是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这里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 而这个祷告 让天上的神足以感动 让神动容 上帝没有办法 不回应祂的祷告 所以从第二章开始 就是神回应尼西米的 一个这一个祷告 弟兄姐妹 我要请你特别留意 每一个在圣经里面 这些伟大的人的 这个伟大的圣徒的祷告 请你一定要记得 为什么要把他们的祷告 留下来 因为他们的祷告 跟我们的祷告 何等何等的不一样 弟兄姐妹祷告 第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必须对神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正确的认识 你看见尼西米记 他对上帝的那个祷告 他是紧紧的抓住 他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 他也知道神是守约 施持来的神 所以他抓住什么 他抓住上帝 所谓的一切的应许 弟兄姐妹 所以你知道上帝 做过什么事情 在历史历代 做过什么事情 所以历史书 这么要紧 今年我们全家卫一起来读 旧约的历史书 创世纪 出埃及纪 然后我们就跳到 约苏亚纪 我们就一直读下去 莎莎 王王 代代 拉尼斯 弟兄姐妹 为什么要读这些历史书 这些历史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基督徒的历史观 不是三国演义 基督徒的历史观 就是旧约的 这些伟大的上帝 在历史历代 在我们的列祖 他们身上 所做的工作 不管在他们的失败 或者他们的得胜 我们都从 他们跟神中间的 这个互动的关系里面 你来认识 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 弟兄姐妹 尼斯也是一样 他怎么对 他的神认识呢 他说 上帝 你是守约 施施爱的神 他怎么知道 他是守约 施施爱的神 那岂不就是 因为他看见 神怎么样将 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 救出来 弟兄姐妹 你知道 神为什么要 拯救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 为奴子地 救出来 不是因为 他们太可怜了 所以神救他们 乃是因为 神对亚伯罗罕的应许 弟兄姐妹 神应许 亚伯罗罕 要将迦南美帝赏赐给他们 弟兄姐妹 434年之后 神兴起了亚伯罗罕的后裔 他们成为一个大的民主 两百万人 现在上帝要回应 神对亚伯罗罕的应许 神就成全这个事情 弟兄姐妹 虽然 这个法老 这个不愿意 法老想尽办法 拦阻他们 但是弟兄姐妹 上帝用十个灾 用十个神机 上帝开了红海 把他们从埃及 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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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许之地 弟兄姐妹 当他看见神 神这样守阅事先 他就知道 神不会丢弃 他的百姓 虽然我们现在很可怜 我们现在国已经不成国 人 人民 已经不像 不像神百姓 我们敬拜 侍奉 完全都没有了 但是弟兄姐妹 他知道 我们纵然是性 但神 仍是可信 弟兄姐妹 感谢神 人可以改变 环境可以改变 但是我们的神 永远不会改变 是不是 以利沙的时代 当以利亚被接听 升天的时候 以利沙拿起 拿起 那个从天上掉下来 那个以利亚的衣服 他过约旦河的时候 他拿着以利亚的 外衣打水 他宣告说 他说 以利亚 以利亚的神在哪里 弟兄姐妹 是的 以利亚可以过去 但是以利亚的神 仍旧在那个地方 所以弟兄姐妹 看见 后来这个以利沙 当然我们看见 他不但 情出一篮 而更胜一篮 他所行的神迹 是以利亚 所行的神迹的两倍 他所做 他所记载 在他的服事上 的这个篇幅 也超过 他的老师 以利亚两倍 弟兄姐妹 不是以利亚 不够伟大 乃是因为 以利亚的神 没有改变 所以亲爱的 弟兄姐妹 感谢神 神果然 为他们 写了奇妙的事 诗篇不是 也是这样讲吗 弟兄姐妹 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 神就开始 做伟大的事 在他们的身上 弟兄姐妹 从第二章开始 神怎么样 回应他们 就像当时 神怎么样 回应在埃及的 以色列人的 哀求一样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神是不偏袋人 神也是 永远不改变的神 所以弟兄姐妹 在不可能的环境 在不可能的时候 弟兄姐妹 当有一个人 愿意来回应神 来向神祈祷的时候 弟兄姐妹 神没有办法拒绝 这样子的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 我觉得 上帝把这些伟大的人 为什么他们的祷告 上帝没有办法不垂听 弟兄姐妹 你看见摩西的祷告 上帝没有办法 不听他们的祷告 这个沙漠的祷告 神没有办法 不听他们的祷告 弟兄姐妹 为什么 因为他们抓住一件事 他们认识他们的神 弟兄姐妹 第二个他们跟神中间 有正确的关系 正确的关系 弟兄姐妹 这个什么关系呢 弟兄姐妹 你知道 这个尼西米 他站在神面前 他琢磨的 卑微在神的面前 他说上帝 我们是不配的 他说 他没有说是他们犯罪 他说我们都得罪你 我们做了 你所不喜悦的事情 他站在他们的位置上 虽然他们没有做 他们所做的事情 他们 他没有背逆神 但是 他没有 他把自己认同在 他们过去 他们列主 所犯的罪的里面 他向神祈求 求神怜悯 弟兄姐妹 神与谦卑的人相近 神抵挡骄傲的人 所以你看见 每一个蒙恩的人 有一个特点 他们都是在神面前 极其的卑微的 他们在神面前 极其的谦卑 他们就蒙上帝 极大的祝福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感谢主 他也清楚向上帝求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你看见这个祷告 弟兄姐妹 你就会得着 祷告的秘诀 求主恩待我们 弟兄姐妹 感谢神 让我们的祷告 不要只有 为着你自己的事情 我们所有的祷告 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就是你家人的事情 都是关乎你的自己 弟兄姐妹 我们什么时候 想到上帝的需要 我们什么时候 想到上帝的果需要 我们什么时候 想到教会的需要 我们什么时候 想到神的百姓的 这样的光景 我们什么时候 为他们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 兴起我们来 上帝 喜悦 明西米 明西米 没有为他自己 求任何的东西 他所求的 都是神的果 和神的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记得 耶稣 应许我们一切事情 他说我们要先求 神的果 和神的义 你所需要的这一切 都必要怎么样 加给我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做一个 有智慧的 侍奉神的人 弟兄姐妹 寻求神 跟随主 走 做主所喜乐的心 上帝 喜欢我们 去爱 所以弟兄姐妹 为你 你在你旁边的 弟兄姐妹 他们需要 为他们祷告 你的需要 谁替你祷告 弟兄姐妹 你 为别人祷告 别人就会为你祷告 你愿意 你愿意别人为你祷告 你就先去为别人祷告 你愿意人关怀你 你就先去关怀别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上帝是不会改变的 上帝会兴起你心 上帝也要兴起你 感谢主 上帝恩待你 祝福你 上帝要呼召你 让你成为今天的你心 上帝与你同在 阿们